人家都說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有善心的人 其實最美麗也最英俊 因為今天我們要邀請到街頭藝人 他們常常去擔任志工的表演 所以三位看起來都是慈眉善目 然後整個人散發一種親切跟愉快開心的氣息 真的是很棒 我覺得街頭藝人就是要有這種特質 那麼我們要邀請到的呢 也是非常的有這個心要把國樂給發揚光大的 甄賢樂訪 首先要先來歡迎甄賢樂訪的陽琴演奏者 也是團長 歡迎張淑芬 淑芬姐 大家好 各位觀眾好 淑芬姐歡迎你 那麼在您旁邊呢 拿著這個國寶級的人物彈的樂琴 那個茂伯就是彈這個嘛 對不對 跟茂伯彈一樣樂器的呢 是我們的吳士雄大哥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叫吳士雄 我彈樂琴 樂琴 謝謝你 那麼另外在甄賢樂房裡面呢 還有一個樂器就是笛子 我想笛子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樂器了 負責吹奏笛子的是我們的陳阿元大哥 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笛子 吹笛子的 我是陳阿元 好可愛 我是笛子 我知道就是甄賢樂房啊 其實是一個還滿多人的國樂組織跟團體 不過其實去考街頭醫院證照的只有三位 因為你們三位感情比較好是不是 是蘇芬姐 鄰居 鄰居的關係 除了是鄰居之外 你跟吳大哥兩個人是夫妻 你們是因為一起在學國樂的關係 所以認識結婚的嗎 不是 我們是結婚做生意 然後我們因為有學書法 我們的書法老師他有拿二胡來上課的時候 我們一邊上課他一邊拉二胡 我們就覺得那個氣氛怎麼那麼好 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去學二胡 那後來我覺得說應該情色和明 所以我就另外學一種樂器跟它配合這樣子 然後就選了陽琴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可能因為我以前有朋友也是學陽琴的 我自己是對這個樂器還滿熟悉 但是剛剛淑芬姐跟我講說 有很多人不知道這種樂器叫做陽琴 對 所以出去的時候大家都會以為是琵琶是不是 古針 以為是古針 就會搞錯就對了 但其實陽琴我覺得在國樂當中 是還滿常見滿重要的一個樂器 很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代替是鋼琴 這樣講就是國樂當中的鋼琴 大家就知道了 對 那麼其實這個淑芬姐 你們在創立真弦樂坊這個組織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以推廣國樂為理念要出發 對 這個真弦樂坊也是我們丁老師幫我選的一個名字 然後我們在長庚做國樂志工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用這個名字做對外的那個發展 然後像那個吳大哥跟陳大哥身上穿的這件衣服 他有秀那個真弦樂坊也是老師的提示對不對 對 他幫我們取的名字然後幫我順便寫 然後他們就把它秀出來很漂亮 對啊 對啊 很有feel 像剛剛淑芬姐講到就是一邊寫書法 然後一邊聽二虎 對 感覺得出來 這樣聽到就真的有感覺了 嗯 那麼其實你們在表演的時候好像除了演奏之外 有時候吳大哥也會即興的來一些唱歌的這個情緒加進去 是您自己想出來的嗎還是 我是跟這個國寶級的楊秀卿 楊老師 楊老師 那他的一個學生叫洪瑞珍 我們有一個念歌團 台灣念歌團 那我們常常到處去表演 紅樓啦嘉義文化中心啊都是表演 對 那他是彈琵琶的大家都 彈這個樂琴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跟老師學樂琴 然後也跟他們一起去表演這樣子 我想請教一下吳大哥啊 就是我常常聽到台灣念歌這個名稱 到底什麼叫做念歌 念歌跟唱歌有什麼不同 這個念歌 這早期大概是從清朝到光復前 那大概有一個人拿著樂琴自彈自唱 那唱的歌叫都是 就是用口語化 所以口語化就算是念歌 那就是念歌 有一些江湖調啦 雜念歌啦 那這些都很有古早的味道 有一點說書那樣的意味 也融合在裡面 彈樂琴啊因為念啊 所以旋律性比較重的話 可能就是唱歌 然後有點江湖調的叫做念歌 自彈自唱 念一些早期的台灣歌 很有味道 所以你們現在在表演的時候 也會把念歌這個文化加進來就對了 這是我們的特色 是你們的特色 這些樂訪的特色 對 那麼另外就是陳大哥啊 其實你常常跟兩位夫妻 跟他們兩位這樣一起去做表演啊 會不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是個外人 會嗎 也不會啦 感情都很好對不對 對 我們老師跟先生對 在我們社區裡面 就是對我們社區的老人家 大家都非常關懷啦 很有愛心啦 對社區就是說 對國樂的推廣 跟這些社區的年輕人 這樣說都很喜歡 蠻喜歡的 有時候就是在我們公園裡面 在我們榮安公園裡面 有時候我們都會經常在禮拜六 跟禮拜天的時候 然後去唱一些念歌啊 互相交流啊 就是跟我們一些 就是在我們社區的老人家 就是唱歌唱給他們聽 唱給他們聽 他們也都非常高興 所以陳大哥你的弟子 其實是跟淑芬姐學的是不是 所以淑芬姐算是她的老師喔 我也來吹弟子 也是受我們老師的影響 就是 所以才跟我們老師學弟子啦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三位是不是都是成人之後 才學樂器的 那你們覺得成人 我自己是覺得成人之後 學樂器會有一些限制 因為我也是長大成人之後 才學樂器 然後會有一些 比如說手指的靈活度等等 之類的限制 你們覺得成人之後 學樂器對你們來講 最難的是什麼 淑芬姐 當然就是比較遲鈍一點 然後記憶也沒有那麼好 可以背譜 然後手的靈巧度也不夠 所以很快的歌 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就是以 這樣就適合國樂啦 慢慢來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吳大哥 也覺得有一樣的問題嗎 我本來是拉二斧的 也參加國樂團 那我從小時候就很喜歡 這個古早味道的這個樂情 所以到做生意比較